来吧 你看有好多温度 我以前还能卡卡不过来 这个生情如严 等一下我们就开始撒种了 今天撒这些种 这两个白菜大概一个月就可以采摘了 正好填补我们有段时间空档期没菜吃的时间 往年那段时间没菜吃我们都赶紧买菜吃 所以今年老爸说自己种一点 剩下的菜种我们过两天再撒 今年这个辣椒增加了这个品种 往年这个小的和牛角辣椒我们都种的 大辣椒已经被我们淘汰了 因为不好 然后这个叫螺丝线椒 老板特别推荐的 今天我们种的试试 西葫芦今年增加了 以前种的好多年不种了 其他的到时候再撒 还有一些菜种 你像长豆角那种是要 用芋苗盘 或者是用芋苗杯的 黄瓜这种玉米 你四个对的 红色的 是红色的 没味道 茄子 本来应该是白色的种子 米白色 这是处理过的 小豆的 红色的 辣椒里面还有一个宝贝 小宝贝 中里面是红色的 辣椒种子 等袋 辣椒很贵的 这个三十五一包 就这么一点 我们买种子的时候 最好还是要根据 自己以往的经验 像我们 往年种过的 有些好种子 我们来年还会继续种 但是有时候 它可能会换名字 就比如说 今年的香烟 二十一号 最好还是买这家公司旗下的 你种过的 觉得还不错的 如果没有的话 继续买这家公司旗下 其他的新产品是可以的 最好不要换 而且就是 越有保障的 知名度更好的 口碑更好的 种子公司的产品 相比较来说 他们在渠道 每卖出去一包 给到商家的 就是那个佣金 利润会更低 所以对他们来说 其实不太推荐这种产品 对于商家来说 他们更愿意推利润高的产品 特别是那种新品牌 刚上市的 可能 口碑知名度 不如一些 一些老牌子的 好 但是商家他会给你推 只是说你种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保障 他给你推是因为 他可以赚更多钱 所以买种子里面有好多套路 水也挺深的 像我们家就是为了更有保障性 我们买种子的话 就不太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每一季的辣椒都会种三个品种 就如果说有一个品牌 种出来产品不好 我们至少还有两个品种 就它的失败的概率会更小一些 保障性更大 如果你只是买一个的话 那个万一不好 那你就 哦哦 惨了 这衣服嘛 对 像你的种子 都给它喝喝的 嗯 这大牌子的种子 你看 它就是做的会更好一些 但利润低啊 利润低 商家就不太推 我推那边没商店的看这个 像那个新牌子 一包三十五 它也许可以赚到百分之五十人的人 像这个一包只赚到七块钱 所以还给你卧次推那个 撒均匀 我们这个 这包装会插在地里 不然时间久了就忘了 螺丝咸酱 老师 这个是西红柿 我们种了好多年的 孩子也很老的 就这一包是最贵的 是我们所有种子当中 最贵的一包种子了 哈哈 小时 也没多少 你看就这么一点点 没味道 哇 我哭得像 瓜子的感觉 还有 再放到那个鱼苗杯里面去的 还有 现在只是放在地里面让它催牙 到时候长出来小苗苗之后 我们再放到鱼苗杯里面 装苗 不泡种 我们所有的种子都不泡的 温度 湿度 不合适的情况下自然自己会发苗的 撞苗了之后再移栽 因为这个泡了之后 虽然它的发芽率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后续的长势 不如这种直接自然发芽的 所以后来我们都不泡了 泡的不泡 农家粪水 这个是发酵后的粪水 可以直接用的 露天的 要洒脱的 要洒透的 好吃 它自己特制了营养土 里面加了有草木灰火土灰 用火土灰撒种的话 它发芽率会更好 它又能够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又能够提供部分养分 种菜的好的工具 嗯 而且能够 补充好多营养素 特别是加肥 冬天用火土灰鱼苗的话 它可以保持土壤温度 让热度更高一点 发芽率更快 撒的好均匀哦 那都很均匀 怎么办呢老的事 撒均匀 万你爸 撒均匀 这个大鞋 用大鞋看 不是对不起啊 这混口彻 不行的 还有我愿 我说十二斤 十二斤 十二斤 蛋糕的混合还没有适用 旁边已经出鸭子 种子 辣椒 茄子 西红柿 等它长得再大一点 我们也要重新再复苗的 现在这是第一步 这只糟了薄膜 地膜 这盖主要是保湿保温 免得它那个水去跑丢了 湿度不够它是发不了我牙的 主要是保湿 因为我们这本来就是大棚 这药嘛 慢点 在那边要 刮刮刮刀 刮刮刮刀 刮刮刮刮刮刀 这薄膜是零食性的 等它发芽了之后再换成那个 小的拱棚 现在其实就是催芽的一个过程 只是我们不泡 我们是直接在地里面让它发芽 这里今天我们就弄完了 明天我们再继续种那边的 胡萝卜和同号菜 我们要摘了 到时候种白菜两边 然后中间的话 种红线菜和西红柿 是这么规划的 好了今天就说工了 回家搞夜饭吃去